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7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欧洲议会动议抵制北京冬奥会 第2个是坎贝尔的讲话 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吗?第3个是上海发生第2期 海归博士血案 我们一样一样讲 欧洲议会预计在7月8号通过一项动议 制裁香港官员,抵制北京冬奥会 这是南华早报的报道 他说这个欧洲议会的主要政党已经在星期二跟星期三 完成了这个动议的起草工作 对中国损害香港民众的自由权利和封杀香港民主派 在媒体,苹果日报的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 动议要求对香港有关官员进行制裁 并抵制北京冬奥会 报道说这项动议将在星期四 付诸辩论和表决,预计这项动议将会以绝对多数 获得通过 虽然这个动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他将会帮助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了解欧洲议会的政治取向 负责欧盟日常事务的欧洲 欧盟委员会 目前还没有就是否抵制 北京冬奥会和制裁香港官员的问题表态 南华早报说,欧盟的这份动议草案敦促 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律政司司长 郑若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前警务处处长卢伟冲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等官员采取定向制裁 被列入制裁的名单还不仅仅是香港官员,还有 中国官员 比如中国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他的前任张晓明 中联办主任骆惠尼,中央驻港 国安公署署长郑彦雄 以及通过相关措施 和参与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权利行动的中国机关 通常是中联办 中联办 另一方面 英国主要的反对党工党 7月6号敦促 英国政府和王室 政治抵制 北京冬奥会 除非中国同意 联合国派人进入中国新疆 进行调查 那么 英国政府 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多次提出谴责 呼吁联合国派人去新疆调查 维吾尔穆斯林遭受的酷刑 强迫绝育等迫害的指控 但是英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开表示 他是不是会政治抵制北京冬奥会 那么美国方面是这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上个月说美国正在就 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 谋求盟国的共识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最害怕哪个部分 抵制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 是一个痛点 现场打脸 那么中国就动员起来 进行元首外交 做了三个工作,第1个 7月7号,7月7号这个习近平 找这个希腊总理 通话 还找谁呢,找捷克总统 泽曼通话 希腊总理是弥佐塔斯基,弥佐塔斯基通话 那么习近平就讲好话,就全部都是讲好话 这个希望今年是中西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建立15周年,明年是中西建交50周年,中国愿望愿意同西方 希腊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深化,这其实讲给国内听 讲一堆好话,这是第1个,然后就是 对捷克,捷克说 希望 这个讲得比较明白 希望捷克更多人士正确看待中国 和中国发展 致力于加强两国沟通和合作 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使终结关系保持健康和活力 双方要用好,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深化抗议合作 推进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 大概是这个,这是 做这个捷克的工作 做这个,做这个希腊的工作,希腊是有求于中国的 为什么 希腊因为 希腊缺钱 需要钱 那么有求于中国的 捷克这个总统的,跟中国关系就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7月5号 7月5号这个 习近平和这个马克龙 德国,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这个视频峰会 这个动作比较大 还是做工作 做什么工作就针对欧洲议会的工作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 第1个 三方视频通话,视频会晤之后 没有联合声明 没有新闻稿,没有联合声明 然后新华社发了一篇这个,又是宣传稿,利用这个视频通话 视频哒哒哒哒哒哒,讲了80%的话,然后这个 马克龙恭喜中共建党100周年,默克尔恭喜中国建党100周年,完了 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法新社就发了一条稿子 说这个视频通话上面讨论了 气候问题 经济问题 疫情问题 还讨论了恢复航空联系 然后还说他们还讨论了欧洲投资协定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和这个世贸组织改革 中国和欧洲市场平等的协调的问题等等 还讨论了 伊朗核问题,阿富汗缅甸的问题 讨论很多问题 我估计这都是胡扯 不可能讨论那么多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 从新华社的稿子来看 没有共识 就是没有三方共识的东西 都是各树各化,这是第1个,第2个 显然这是 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安排 那么也是做工作,做欧洲工作的一个方式,那么也就找了四个国家 来谈 谈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他们底下有什么交易 但是我不觉得法国跟德国会跟中国有什么底下交易,很难交易出来,为什么 默克尔9月份就要下 所以他理论上作为一个政治领袖 他现在不应该做太多的工作 因为现在都已经7月份,你现在在做什么为德国奠定 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都不合适 这是第1个,第2个 法国呢,戴高乐主义现在马克龙用得很 很积极 所以法国很积极的要跟中国 来往一下,但是 但是法国跟 布林肯刚刚从法国走 所以呢法国肯定双方交了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 中国能够 能够有什么成果 所以这个是 这个视频通话 也就是 也就是应酬一下吧 这是第1个,第1个主题就是 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这件事情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欧洲的态度 欧洲的态度,欧洲在这件事情上是要做一个表态 他也反映了欧洲的民意,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取向 这是第1,第2我们讲讲这个重点吧,今天我们重点讲坎贝尔 坎贝尔7月6号 参加这个亚洲协会,亚洲协会是一个智囊机构 这个活动,他说了两件事 第1件事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第2件事就是台湾政策 那我就找了一些,把这个他讲话的内容都全部 扒掉所有的评论,我就 原文 先把原文读一遍,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拜登总统今年将举办 四方集团峰会 这个机制是抗衡中国的方式 那么至于拜登与习近平会面是10月 是否是10月20国 集团峰会 20国集团峰会期间 坎贝尔说,我的预期是不久就会做出安排 但他就不说 美国制定的对华战略 一方面 是回应中国违背维持和平与稳定的行为 另一方面让中国看到机会 中美关系会有不确定的时期 甚至会有紧张关系升高的时期 美国和中国是否有可能和平共存 共存 是的,我认为有可能 但是 我确实也认为 中美和平共存的挑战非常大 中国最近变得越来越强势 而且同时对很多国家都采取了 强势的做法 这与中国90年代 的方式形成了对照 澳大利亚问题,我不确定中国是否调整了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手法 他们的做法非常强硬,没有软化 台湾问题 美国坚持与台湾发展牢固的非官方关系 并相信台湾应该发挥国际作用 不应该被国际社会摒弃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维持台湾和平稳定是一个危险的平衡 但必须维持,我们完全理解这里面涉及的敏感性 维持台湾和平稳定关系到美国极其重要的利益 中国应当从美国和国际社会 对北京镇压香港民主的回应 认识到 对台湾采取类似的行动 将是灾难 美国希望中国认识到 印太地区足以融下两大强国 但是我们从习近平的做法 所作所为可以看出 他并不这么想 美国希望在诸如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能够和中国形成某种一致 但在抗击疫情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已经变得相当令人失望 然后有人问 川普政府退出TPP 拜登政府有何计划 坎贝尔说 拜登政府今年的侧重点是国内复苏 疫苗和 盟友接触 和恢复盟友接触 这些可能是一开始涉及到较小的 可以明显展示效果的事情 帮助美国的中小企业 和美国劳工 大概就是这样 坎贝尔的这番讲话当然中国也看到了 所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7月 7号 7号说 发表谈话说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近日称美国不支持台独 那么这个朱凤莲说 需要强调的是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我们敦促美国政府以实际行动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 明确反对台独 为台海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显然中国是想 通过这个朱凤莲的提问让美国明确 明确这个 凯贝尔的宣誓是不是一个政策 或者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政策的 转变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里面到底 讲的是什么 好 第1个 坎贝尔在5月26号 做了一番讲话 他说5月26号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 什么表达 他说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现在在新的战略下运作 主导模式是竞争 过去30年的接触政策时代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 他说美国的政策转变 是因应中国的行为 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军事冲突 中国对澳洲的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 中国战狼外交的崛起 等等 其实他说这个话呢 坎贝尔三年前 就和 拜登的助理 联合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是反驳 反驳什么呢 反驳接触政策的失败 所以 你可以看到其实坎贝尔一直是 拜登政府里面这个接触政策的挑战者 三年前他已经写过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讲 接触政策 是失败 应该放弃 应该抛弃接触 美国政府 应该抛弃 接触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原来发表的文章现在在他手上 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 这是第1个 5月26号 他明确的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 抛弃了接触政策 接触政策 大家知道过去30年 美国政府对中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就是接触政策 通过接触政策 希望能够让中国 实现经济上的 发展 从而促进 政治上的转变 这是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 但是这个政策其实是失败 为什么 中国是经济 经济是成长 但是政治上 政治上更反动了 第2 台湾议题 台湾议题坎贝尔在6月9号说 他这么说 他说 美国采取全面的措施 增强威吓力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让台湾人民安居乐业 他说 这个对谈战略模糊政策 过去几十年是美中 美中台框架中 最好的框架 如果调整 反而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是 坎贝尔前面 首先前面说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放弃了 放弃了 接触政策 美国现在对华的战略是什么 竞争 这是美国的战略调整 第2个 对于台湾 台湾的问题 美国坚持对台的战略模糊 战略模糊其实是什么 战略模糊其实是两面 一面是什么 一面就是 美国会协助 反对 海峡两岸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是一个 战略模糊 第1个 反对任何一方 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队是不是出兵 派兵 不说 不说这件事情 是不是 写 不说这个写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 防止 鼓励台独的行为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给中国一个不确定性 那实际上美国在6月9日 坎贝尔在6月9号的这个 对台的政策宣誓 其实从拜登政府来说 拜登政府从来没有 拜登政府有两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第1个 拜登从上台到现在 拜登政府没有说过 一个中国的政策 没有说过 只是在 3月18号 这个 中美 中美战略对话的过程当中 闭门说过 这是新华社写的 我相信是美国确认过的 就是说美国交底 我们 还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但是没有公开讲过 为什么 政治上有点不利吧 这是第2 至于台湾问题 毫无疑问 美国如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的话 那肯定是不支持台独 我觉得 对美国来说 不支持台独这个立场 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没有改变过 这对美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 战略 战略态势 所以 我们基本上 我们把 坎贝尔过去两个月的 这个表述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 坎贝尔 陈述的对华政策也好 对台政策也好 基本上没有改变 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但是这个强硬态度不一样 这个硬度改变 有点 有点这个调整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的局势 从大的局势来说 美国用了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 逐渐恢复了美国和他的传统盟友的关系 主要是和西方盟友的关系 这是一个 这个战略动作你包括 像包括四方集团峰会 包括这个拜登去参加北约峰会 美国跟欧盟的峰会等等 包括七国集团峰会 美国通过这一系列的峰会 把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的关系 逐步的恢复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实际上 效果是什么 效果就是中国变成了外交孤立 这是已经形成了一个 所以在中美对抗的过程当中一下子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 优势跟劣势一下就显示出来 这是第1个 所以 从总的形式来看 形势对美国有利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对美国是比较有利 那么 如果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态势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上个星期布林肯去趟欧洲 去趟欧洲当然就是 落实 拜登总统访问欧洲的成果 所以他又走了一圈 德国又建一下 法国又建一下 意大利又建一下 这建一下其实把原来首脑之间达成的一些 达成一些共识变成一个成果 所以布林肯的这一趟欧洲之行 非常的重要 他其实是把所有的 政治成果落实下来的一个 然后你想一下 所以实际上 美国现在和盟友的关系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那从策略上来说 这个时候美国已经获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那战略上的优势的话 他就未必那么希望这个时候 继续保持双方的 这种高度的对抗的态势 他要做的是什么 强化他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坎贝尔的讲话 你从他的讲话当中 你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调子没那么高了 你想没有5月份的时候 他就话讲得非常的 调子非常的高 上来就说 我们现在对华政策已经调整 我们对华战略已经调整 这个对华接触战略已经放弃了 抛掉 我们现在是竞争 这态度很强势 很高调 现在开始放缓 放缓我觉得是因为美国觉得他已经有优势 有优势就 不必强化这种 这种对抗程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美之间交锋最激烈的地方是台湾 如果美国是想缓和 中美之间的对抗烈度的话 那肯定首先是就是台湾 就在台湾问题 所以坎贝尔的表态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对抗的烈度 所以呢 美国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嘴巴上就不要讲得那么狠 就是温和一点 但是实际操作上该干嘛干嘛 你比如说 军售 军售 一个是军售 另外一个是美国去训练 训练台湾的军队 做得非常的具体了 包括这个疫苗 派军机 送议员去台湾 宣布 捐疫苗给台湾 包括 跟台湾进行贸易谈判 所以呢 其实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动作 全部都没有放缓 手上的活没停下来 一直在往前推 强化双方的关系 提升双方的合作 合作阶层 所以手上的活 但是嘴巴上呢 就不讲得那么狠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是什么 第一 美国现在的战略侧重点 刚才坎贝尔讲得很清楚 国内恢复 恢复经济 国内恢复 然后是疫情 打疫苗 解决疫情问题 第三个什么 盟友关系 重点是这三件事 所以美国现在还是认为 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准备好跟中国摊牌 所以现在就该干嘛干嘛 该做准备就做准备 但是在某些关键的点 如果中国 做了某些动作 他认为这件事情损害了 美国的 战略利益 马上打回去 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 又把对抗降下来 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 基本上是 对不起 基本上是这种态度 就是 还没有把 其实还没有把中国直接 面对面的时候 现在还没到 所以基本上 你从坎贝尔的 这个政策宣誓上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政策的取向 大体上是这样 第二个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把 坎贝尔的这番讲话进行分析一下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有不变 和变的地方 不变基本上是对华政策基本上没有变 然后对台政策也基本上没有变 但是也有一些变是什么 就是当美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的时候 他又把双方对抗的这个程度又给他放缓下来 他的重点还是培养他自己的优势 好 那我们就这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讲第3个主题 上海发生第2期 海归博士血案 那么 6月份发生了这个复旦大学这个血案 大家知道江文华 江文华这个 的血案 我们就不再说了 那么上海市政设计院发生海归博士 持刀杀害研究所所长的案件 行凶手法跟这个复旦大学命案一样 就是割喉 那么新浪微博上面的这个情况是7月5号 上海市杨浦区中山路北路 中山北路901号 上海市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发生一起割喉命案 这个 研究总院警官设计师刘某 因为合同到期没被续签 在电梯内对警官电器所所长下手一刀致命 那么现场很多照片 那么案发现场 电梯内血迹斑斑 大楼门口一名男子倒在地上 然后就是众人惊恐 表情惊恐 上海警方 警方微博7月6号发通告 说这个7月5号 17时时分许 杨浦区中山北路二路一公司内 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 嫌疑人为34岁的刘某 该公司员工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 死者徐某 38岁 也是该公司员工 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初步审讯 嫌疑人刘某因工作机院持刀伤害 徐某 目前这个官媒对此事全部静默 没有报道 图片也被屏蔽 那么上海一个月之内发生了两起 海归杀人案 就非常罕见 而且都是海归博士 那么一般认为这个知识分子 海归嘛 又是博士 那理解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比较讲究什么 读书人讲究理性 读书人讲究忍耐 读书人特别是 特别是这些还是海归 所以你想一下 连续两件这样的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社会风气 社会状况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那么 有很多评价 6月7号的上海复旦大学的这个江文华 首任那个 党委书记 王永珍 那么 当时的原因是什么 江文华的原因是也是不签约 不签约就杀 不签约就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目前中国的这个大学也好研究机构也好 基本上他们的员工分三类 一类是领导 领导是公务员 就是等于派来的公务员 这是第1个 第2个就是 有编制的员工 第3个就是没有编制的员工 那江文华也好 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 刘某也好 也应该是 都应该是就是 不续约嘛 不续约的就是 有编制的员工基本上可以理解成为无固定 工作期限的合约的员工 然后这些呢就是 没有编制的员工呢 他就面临一个什么情况 他基本上没三年续一次 那么每年要考核一次 然后他们制定的考核标准非常的严格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 活干的最多 收入也没那么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必须连续完成两个续约 三年完成一次 每年考核一次 然后再往下走 最后完成这个合同 再续签一期 然后同样的再走一次 六年之后 可以转为长期合约 那所以呢 在这个六年当中 这些 没有编制的员工 互相之间的竞争非常的残酷 然后大家知道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这个人事又非常的复杂 动起手来 也非常的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上海有一个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然后还有一个上海市聘用合同管理办法 对这个事业单位所有的工作人员实行年度考核 然后叫聘期考核 然后年度考核每年进行 然后这个聘期考核 聘期三年一次 三年聘 考核完了以后 达到标准 达到考核标准 考核标准是什么 考核标准就是这个单位的领导 想实现这个单位的KPI 就让这些 这些人去完成 所以呢 只有当两个聘期完成之后 他才有可能叫长聘教师 才能成为长聘教师 所以这个机制实际上是 第一 同工不同酬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歧视 第2个 制度 制度 制度性的腐败 让这个 大学也好 研究机构也好 里面充满了 充满了各种 权力斗争 各种办公室斗争 非常的 非常的黑暗 可以讲 非常的黑暗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海归博士 最后要铤而走行 其实谁不知道 把这些事情做了 做了这件事情 什么都完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2单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谢谢 鸣谢 谢谢 最近重新看王先生的一些经典节目 温故之心 谢谢 谢谢 情绪 从2020年开始 一切都不一样 春节前回来 过年 回来过年 直到现在还没能回悉尼 局势每天都在变 今天不知明日式的感觉真的很不好 幸好这两年有王老师的引领和陪伴 让我们在慌乱 和忐忑中学会理智 客观冷静 以及面对现实 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和走向 这也是一种修炼吧 作为80后没想到 会遇到这样的时代 有幸见证历史 参与其中 却又是一种不幸 同为地球村的一员 大家相互鼓励吧 直到天亮 谢谢王老师 谢谢你 希望你能够 尽快回到你想去的地方吧 这里面我觉得 我们遇到一些 没有预期的事情 总是会让人 让人 因为你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 当然就会慌乱 而且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越是这个情况 这种情况 越要冷静 而且 你不要期望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出 就好了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当遇到一些情况 我们知道要付出代价 我们就选择 我们主动付出代价 就等于你至少能够主动的选择付出代价的部位 所以这个 也是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策略 提问 真不知道捷克 德国和法国总统的脑子里是怎么想 尤其是捷克总统 就在前几个月 中国是怎么对待捷克 难道捷克总统心里没数吗 请问王先生 这几个总统只是作秀 还是真的想 中美两边好处都哪 你把外交行为看得太简单了 他们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外交行为是一个很复杂的行为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也不能够看信花社的稿子 信花社的稿子都骗人的 实际情况不一定是那样 提问 今天上午看到消息 习近平和捷克总统通话 捷克总统明年要访问北京 总统说捷克愿意做联系 欧盟同 同中国的纽带 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 这是否说明CCP才尝试拉拢一些欧盟小国 是否说明 外交孤立被打破了 外交孤立打破了是没打破 捷克 怎么能够改变 中国的外交形势 中国的外交核心是什么 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都不算 何况捷克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这个总统 捷克的这个总统 中国做他的工作做了好多年 所以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中共的特点是什么 中共的特点就是他会做人的工作 所以你想一下 在中国的事情都是 搞关系 中共 中国社会就是搞关系 中共就很擅长搞关系 所以搞这些关系 很厉害 欧盟小国一直在拉拢 这个没有说的 比如说捷克 捷克其实也不是 捷克是这个总统跟他关系 但是捷克其他的一些政党一些 包括捷克的这个议会 跟中国关系不好 其实你可以看上次 捷克的议长去台湾 所以你可以看捷克并不是铁板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匈牙利 中国跟匈牙利的关系 匈牙利一直是 中国在欧盟内部的一个 一根针 所以分分钟我觉得 匈牙利有可能被停权 都不一定 所以 我们不能够 用过家家的态度来看到外交行为 没那么简单 观点 坦白的说 我个人认为 当下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对CCP的本质和未来可能采取的 攻击风险认识最清楚的 最清晰的是日本 其次是澳洲 至于美国尚未清醒 而且美国内部还有很多CCP的第5中队在混淆试听 至于英国那就是个奇强派 心存幻想 至于 法德完全没醒 他们还想火中取栗 所以全世界未来会因为CCP的恶行 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次CCP处理 新冠疫情给全世界造成的伤害 只是他带给 世界的灾害的开始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CCP会演习 其他国家也会演习 我今天看到这个 欧盟 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叫Michelle Michelle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在中国面前 欧盟并不天真 一样的道理 这都是政治家 政治家有天真的吗 我不相信 我不觉得 有的时候他在公众面前讲的话 不一定是他想的 是他需要讲的话 美国还尚未清醒 那美国为什么要选择跟中国对抗 我不同意你的话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呈现出来的状况 或者是 一个国家的取向 并不是因为一句话就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取向 这个就太简单了 这个世界就太简单 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政治宣誓 来判断这个国家的取向 但是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 我们就说这次视频峰会 他没有联合声明 第一没有联合声明 第二你看新华社的稿子 你再去找一下新华社的稿子 新华社的稿子没有一句话 三方认为 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 只有一句话 三方讨论了什么非洲什么鬼事 其他的都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各说各话 新华社的稿子 观点 台湾内部目前支持台独的也是很少 大部分的台湾人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目前国号是中华民国 根本不需要宣布台湾独立 因为也不知道向谁宣布独立 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美国不支持台独 台湾人民根本无感 台独这件事情在台湾根本没有 选票可以拿 政治人物想用台独议题获取正式利益 失败的例子多了去了 非常正确 我很同意 说得非常对 提问 请问依照坎贝尔的叙述 修补与盟国的关系 这个方向 中 台湾算是盟友这个范围内 还是美中对抗下的战略支点 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为什么要修补 美国跟台湾关系正好 台湾需要美国 美国需要台湾 双方没翻过脸 美国跟欧盟翻过脸 为什么 打贸易战啊 美国 川普总统甚至说 这个北约都不需要了 所以他的盟友是讲的是这个 跟台湾没关系 情况 中国高校的学术垄断和裙带关系非常严重 海归通常挤不进内部圈子 因为那些关系基本上是从 本科甚至高附中就开始结成的网子 观点 针对高校科研人员飞升即走的制度 是一个满怀恶意的制度 中国对踏踏实实努力的人总是无比的刻薄 而对那些投机倒把的人总是无比的宽容 这也是中国不断的劣币驱逐良币 生活环境日语恶劣的原因 非常精准 就是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 所有的制度都是充满了恶意的人制定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对这海归多么刻薄 为什么 对他们刻薄就是因为 制定制度的人就充满了恶意 情况我在一家老国企 在国企改革期间很多老员工带着刀去跟领导谈 待遇和补贴 中国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就是 中共营造了一个 丛林法则的社会 这个社会从上到下 都是丛林法则 没有底线 没有道德 没有规则 甚至连规则都没有 你所得到的一切你都必须拼命的去争 你才能够得到 而且 你必须用一种就是以死相搏的态度 去争 你才能争得到 你做的那里是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的 所以这就是 这位网友讲的这个情况 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从中国走出来的中国人 三个特点 第1 啥都不信 谁说的都不信 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 这是真的吗 因为中国全是假货 这是真的吗 这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想害我 啥都不信 这是第1个 第2个 啥都要争一把 就是 啥都要争 非常aggressive 这是第2个 第3个 看从来不相信别人的善意 就这3个 所以很可惜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出来 提醒一下自己 我们要尽量的 避免 尽量的 避免我刚才讲的这3个 情况 女朋友在市区三甲医院 加班费和补贴费才发到去年12月 提问 当初有消息说打了国产疫苗回国不用隔离 不知道是否属实 王先生是否有最新消息 当然要隔离 14加7从来没改过 而且 而且现在说的 昨天我们网友说得很清楚 夫妻分开隔离 第1 夫妻分开隔离 甚至跟孩子都要分开隔离 住两间房 为什么 多挣钱啊 就是要挣钱 挣你的钱 隔离也是挣钱 隔离也是生意啊 背后是有利益驱动的 问题 之前问过关于1921到1927年中国有一群 怀有改造社会美好愿望的人建立了CCP 如今却走到人民反面的原因 当时王先生对原因的回答是 他们在推进自己的美好理想的同时 使用了反人类的手段 反人性的手段 比如苏区对人民的掠夺 不断的清洗 那么继续这个问题 共产理想反人性吗 或者是 如果人类早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是个真实的存在 现代社会中共产理想 以及社会实践的失败 只是 因为时机 外部环境 发展阶段的不成熟 首先你这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又不是个真实的存在 对吗 你这个前提就不存在 你这个前提不存在 那你后面的 后面的问题也就不存在 所以共产主义是个伪命题 它违背人性 提问 拒签和阻止赴美上市 是不是已经体现中美开始脱钩了 中美脱钩从 去年就已经开始了 川普政府已经开始推动中美脱钩 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 不是已经 不是现在才开始 早就开始 川普政府已经在推动中美脱钩 拜登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川普政府 90%以上的对华政策 只不过呢 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比较 比较 互相之间不关联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对系统一点 但是 原有的政策它全部都继承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脱钩是持续的在发生 但是脱钩并不只是对中国不利 其实脱钩某种程度 对美国也有影响 也有损害 所以美国 川普拜登政府并没有 这个 大力的推动这种脱钩 而是他把脱钩这件事情 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 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拜登政府叫小院高墙 就是 我要脱的部分把它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 这些小的范围是一些 具有战略影响的 这个部位 但是我只要放到这里面来 我就修个很高的墙 你翻都翻不过去的墙 这跟川普政府的时代有不同 川普政府的时代就是 我全面脱钩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全面脱钩 但全面脱钩 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来看 那就是一刀切 一刀切 那就连皮带肉都会出血 所以 双方都有损失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脱钩这件事情在发生 不仅仅是美国方面想办法跟中国脱钩 中国方面也在想办法跟美国脱钩 所以这件事情不可阻挡 但是 这个进程是有变化 提问 请原谅 我听课没听懂 所以标题里的问题 坎贝尔的讲话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答案是否定的 是的 应该是这样 坎贝尔的讲话其实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 有变有不变 基本上的战略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也有变化 变化在哪里 就是 美国还是对华政策稍微有微调 这个微调就是 主要的方向还是降低在台湾地区的冲突的烈度 就说美国还认为自己 第一 他有优势 第一 有战略优势 那么在有战略优势的情况之下 把对抗的烈度降下来 对美国是有利的 因为美国认为自己还没准备好 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 所以他的侧重点还是在国内 在疫情 在盟友那边 所以他把这个烈度降下来 这是坎贝尔讲话的 主要的目的 问题 今年以来大陆企业赴美上市数量特大 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理解城市 那些以前 风投到大陆的那些华尔街资本正在努力抓紧时间变现 非常对 换言之 这反而是资本外逃的信号 是不是跟资本外逃没有关系 因为他到美国上市就是融资 那不是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是把中国的钱 搬到海外去 情况 隔离就是赚钱 亲人回国成都入境 旁边的偏远县级招待所 水泥地面 苍蝇蚊子一堆 收费170一天 招待费100块钱一天 吃得像剩饭 就是这样 其实隔离就是挣钱 是生意 所以隔离的越久越好 情况 小时候听自由亚洲短播 听着听着就来了欢天喜地 螺谷响 后来知道这个电波是 干扰故意的 长大听油管 王老师录播 听着听着插播广告 一个 锣鼓喧天 春晚 全集四小时 一不小心以为点错了 真的是历史 历史上最长的广告 是这样吗 我没有看到过广告 我看油管 因为我之前就订了这个 订了premium 所以我就没有看到过广告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提问 为何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出的力 远超过香港问题 这个问题好大 为什么 香港问题有一些我不理解 当然我理解香港问题 美国人也好 欧洲也好 西方国家的人 他们会觉得既然香港已经回归了 那么香港问题基本上是中国的问题 他们没有想到一点 这一点其实我认为英国人是最有问题的 英国人很清楚 香港问题不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香港问题是个国际问题 因为针对香港有个国际 有个条约 就是中英之间的有个条约 叫中英联合声明 所以香港的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 中国国内的问题 但是很多西方人 会觉得这是个 中国问题 包括我觉得美国人可能在这个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的认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 相对于香港来说 台湾面临的局势更严峻 你想一下 解放军的战机没事老飞到台湾的这个 防空识别区来 那是战斗机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在 虽然我们讲 香港问题也很严重 但是你想一下那边是战争 这边还不是战争 所以 对于美国来说他会觉得香港问题的优先秩序 不如台湾 这是可以理解 这我是可以理解 但是其实美国在香港问题做一些动作 做些有实质影响的动作 对他来说不 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他也不做 我觉得有刚才我讲的这个因素 但是也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因素 他背后肯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 所以他的表现我很意外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美国或者是英国现在 对香港的政策是一个这样的政策 什么政策 很烂的政策 相当烂 我认为整个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政策 都相当的烂 当然也有人认为我是情感因素 怎么说 我还是那句话 中共在香港做的事情 也会发生在你生活的那个城市 如果你在香港 不给他迎头痛击的话 总有一天他会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那个城市 所以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香港人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 其实是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能理解的话 我觉得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领袖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 你找中国对抗干什么 你跟他勾肩大背不就好了吗 还能捞到一下好处 对吗 当初 当初苏联不就是这样吗 苏联跟纳粹不就是 勾肩大背吗 把这个波兰给挂分 但是后来变成什么样 后来你看看 结果是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任何一个政治领袖都应该明白中间的厉害关系 王老师你好 我80岁的老父亲是您在国内 忠实的听众 他一直翻 一直翻墙软件来看你的节目 可是最近他遭到网警的电话警告 要求 删除翻墙软件 现在我只能把你的音频发到他的酒箱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不至于完全和外部世界失联 最近我感到我的亲戚朋友明显被洗脑的厉害 很多以前很open mind的受过西方教育的朋友 都已经开始接受习的那套理论 国内的这种氛围令我非常不安 也不一定 因为现在国内这个氛围 你想想看 都是红歌啊那些 大家一感觉到这个气氛 所以有些话就说的比较 我觉得是正常 所以也不必觉得都是 而且 中共就是要让你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不要这么认为 他越是想让你有这种感觉 说明越不是这种 情况 情况 朋友是投资移民绿卡 最近带两个美国出生的孩子从北京出境 被海关拒绝 要求出具父母双方户口 所在地的户籍注销证明 这个规定早就有了 这件事情早就有 这个规定 就是你如果是拿绿卡 你就要去注销户口 但是我就没听说 连出境都不让出境这件事情 只是 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他出境 以前就是有规定 这是已经有规定 观点 美国把香港出卖了 他们什么都没做 不懂美国人在怕什么 出卖我觉得不至于 不能说 因为 美国对香港的 只有道义上的责任 他并没有实际上的责任 没有义务 他只有道义上的责任 所以 谈不上美国出卖了香港 美国在香港议题上的动作都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 当然美国也有利益在这上面 他愿意不管他的利益 那你也不能说他出卖香港 他只能说出卖他自己的利益而已 好吧 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完了 我们下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